想知有沒有被人查車牌 車主可以上運輸署的網 選擇訂閱電郵通知服務 當有人或機構查車牌會通知車主 申請人的名字、申請目的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措施是保障私隱 各個部門都在想這些行政工作 在過去一年多 有很多經過查冊 找到一些資料在社交媒體上發放 而是做到我剛才所說 令到被查冊人受到傷害 很多個人的資料被武器發 我們作為政府有責任去保護 在法律框架容許之下 又不完全是偏離了原本制度設計的目的 去保護這些人 有甚麼錯呢 我看不到 記憶協批評新服務等同通風報信 過往包括高官僭建 和選舉舞弊等報道 都是靠查車牌揭露 新措施令到車主事先想辦法應對 避開傳媒監察 這些查冊的功能一般正常 在他們立法的時候 是不包括去做一些好調查式 甚至是起底式的工作 我不是說傳媒是在做這些工作 我看不到怎樣會影響到 甚至是嚴重影響到你剛才所說的採訪 你可以繼續查查 我亦都不相信會有遷見物 突然變成沒有遷見物 我認為是相當合理的要求 我亦都看不到 這個和你剛才所說的新聞自由 通風報信有甚麼關係 林鄭月娥說 看不到為何新措施要豁免傳媒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